我可以说no 跟绿莹的朋友完全无关 那基本上其实就是当这个翁达瑞 翁达瑞不是在供这个 柯智恩的学历的时候 就是那个论文有没有抄袭的事件 那么后来你也知道 我们是媒体出身 后来就有一些媒体朋友 就在那边闲聊的时候 就说其实大家都传闻说 林志坚两份论文都有问题 就一个台大论文 一个中华大学的论文 然后就问我说我有没有资料 我说我到这边 就是也是大家都听说 但是没有具体的资料 那为什么没有具体的资料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先去看中华大学 因为中华大学的论文 林志坚是有上网的 那他的台大国法所的论文 没有上网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不想想 就是他中华大学的论文 是往上就可以查得到 但是台大国法所的论文 是往上 是没有 他没有上网 照理说要不要上网 所以这就变成问题 不说陈明通指导的 这么多的学生里面 只有五个上网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漏洞 那我们一去做比对的时候 他的相似度 就跟其他的相关的论文相似度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多 我们在整个的调资料的时候 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他的论文名字就是 以TCSI 他的指标来去评估 抹科学园区附近民众的满意度 他的论文题目 但是这个论文题目 后来我们在网上 发现有一个政府的标案 就是竹科的标案 那这个竹科标案的名称 跟他一模一样 也以TCSI指标 去评估 新竹科学园区周边民众满意度 几乎一模一样 但只有一个新竹科学园区 这是竹科的标案 那在林志健是 抹科学园区的周边满意度 你不觉得太相似了吗 就是只有一字之差 它是抹科学园区 那个是新竹科学园区 所以老讲 对不起 我觉得我以前也是很优秀的记者 对 我可以证实 如果今天光晴 你是媒体出身 作为一个老记者来看 你觉得有没有鬼 那当然了 就很奇怪 我诚实讲 对 诚实说 新闻是不移处有移 对 更何况这么可疑的地方 也不移 对不对 因为后来我助理就告诉我说 有一个标案 几乎跟他一模一样 那我说 那这样把标案找出来 可是标案找不到 在网络上也没有 他在网络上也没有 那就麻烦的地方 就是我必须要去 把这个竹科标案拿出来 所以呢我就透过 这个国会的办公室 请他帮我去跟竹科要 这份的标案 对不起 我在补处 在这之前呢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标案嘛 那些看到是中华大学 又是中华大学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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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图案又是他标到的 所以呢 我的助理呢 就特别去中华大学一趟 那 第一个呢 就是看看那个 林志坚的论文 在中华大学的图书馆里面 有他的论文 然后呢 跟中华大学呢 说 你们标到这个标案 是不是有 这些底稿 因为标到 那中华大学回复是说 年代久远 已经销毁 这我也觉得 整个销毁掉了 好吧 那销毁掉 我们就透过 那个国会办公室 去调这份报告 那掉这个份报告 出来之后呢 我就请那个助理说 那这样子 因为我都很忙 我都在出去跑 新城市大队 那我就 因为我们知道 要再去比对嘛 我说你就去送比对 那助理说 如果要送比对 我们如果要确定他 因为一般他那个快刀 只是我们看参考嘛 他说可能要 要花钱嘛 那我说花钱就花钱吧 你去做一个比对 等到我进来的时候呢 那我就说 你们去送比对了没有 那我助理跟我讲说 议员不用花这个钱了 我说为什么啊 他说肉眼 他一看就知道了 完全几乎一模一样 蔡雷同 所以两个一笔 蔡雷同 从序论开始 就是从第一行开始 因为呢 林志坚的这个 就是某科学园区 成立于什么 几年几年几年 都是这样开头啊 那那个足科的报告呢 是新竹科学园区 成立于某几年几年 就把某跟新竹园区 又把某跟新竹差 然后就 而且在序论的第一页的时候 这个我们曾经提到 那个措置 就是说这个科学园区 有什么什么什么设备 其中有篮球场设备 那个篮 那个篮的措置都一模一样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呢 他这份报告呢 他用了一个 这个 他用了一些 他的研究方法 那研究方法是一样的 公式 用的公式 也是一样的 然后用的民调 他比如有个民调 那个民调呢 也是一模一样 那个民调就是 李友真跟那个 王明朗做的 那上面 时间也一模一样 主持人也一模一样 也就是 用了完全一模一样的民调 他可以引述这个民调 但是他的文字 可能会不一样 你要怎么去论述这个民调 一样 连文字都一样 引述就通通一样嘛 是 那而且呢 我觉得基本上就说 在报告里面 本来就可以引述 对不对 可以引述 对 但是你要写啊 你上面要写嘛 就说啊 我引述字的 什么什么什么 对 都没有 那 还有他的报告 非常特殊的 这个是后来呢 有些人提醒我 他说 为什么他写词是空白的 我觉得是因为 那个报告里面 没有写词 那一般政府的标案里面 不用写词啊 对不对 没有写词 没得操啊 就没有得操 我老实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涉及到 民进党自己内部的斗争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因为谁 执意要提民邻制监嘛 对不对 到时候一定他要 面临这样的一个压力 跟责任 谁执意 林志坚 林志坚现在已经不是个人意志了 对 可能老科 可能郑文燦 可能上纲到蔡主席 或者他们的 选对会支 所谓的党中央 他们不是没有讨论 他们可能不由得 你林志坚 擅自作为 而是说 集体的策略是 就是这样 继续往选战走嘛 我认为就是说 现在整个的这个 选战的策略因为仍然是执行蔡英文的意志嘛 那个整个的贯彻的意志是比较强的 那所以 在林志坚的部分 一直到你看昨天的全代会 我认为可能是不是在全代会之后 也许民进党的声音 里面反弹的声音 会不会因此而比较少一点 我正在观察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 在一个政党的内部 尤其我认为民进党 民进党也 读书人也很多嘛 这个我们其实也非常清楚 老师更多啊 像范英怎么不讲两个 老师多 这个念寿博士的人也多嘛 你们我今天讲范英 林佳龙要不要出来讲一下 林佳龙不是学霸吗 而且林佳龙指导过很多的学生 很多那个他的徒生 都是在民进党里面 那他非常清楚嘛 也就是说民进党里面 内部的人 我相信他们非常清楚 林志坚的状况 他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有超没超 当然清清楚楚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今天现在帮林志坚在辩护的人 他的辩护只有两种模式 第一个模式 选举不要泼脏水 不要什么政治的语言 就这样子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 比如对我 或者对质疑他的人 一刀斑命嘛 因为辩不下去 另外一种就是 不要讲论文了 他的施政做得不错 他施政蛮好的嘛 大家不要讲论文 你今天看民进党里面 有没有一个人 敢站出来说 他没有超 你们都是 都是那个 当然是沉默啦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他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直喷酒精 但是呢 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 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 水神结质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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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